大家好,我是Paul,週一到週五英文一起讀 這篇文章的標題叫做 那個文 That kiss 然後他說了 If you are drinking shots, take a taxi home 什麼叫drinking shots呢 這個Shot就是調酒 要是你喝調酒,喝Shots的話 那我們都知道那種下杯 小小的那種,一口的那種 要是你喝Shots的話 你就搭計程車回家 為什麼這裡要強調搭計程車呢 我們看下去 這故事我覺得寫得很好 下面大多也都是很稱讚 一樣,一口氣先把它讀完 Stepping into the chilly night air The tequila shots went straight to my head Last thing I remember was stroking your hair Pulling you in for a long passionate kiss Before making my way home Reaching the bottom of the stairs I slipped off my shoes Pulled my top over my head And whipped off my bra Flashbacks of that heavenly kiss Sent my libido Racing as I staggered up the stairs 剛剛有點卡卡 Flashbacks of that heavenly kiss Sent my libido raising As I staggered up the stairs At the top, I marveled at my topless reflection in the window To the delight of the other passengers on the bus 好,結束 That's it, alright Again,我覺得這故事很有趣 看到後來應該會笑 要是你們來看懂 我們再看一次 Stepping into the chilly night air 所以他這裡用了一個分子勾句 鬥點後才是主要的句子 所以他踏進了那個 涼涼的涼瘦瘦的夜晚的風空氣 Stepping into the chilly night air 我們也知道他離開了室內了 因為他進到了戶外的空氣 Chilly night air The tequila shots 就那個龍舌蘭 所以他喝了小杯小杯龍舌蘭 The tequila shots went straight to my head 就直接上頭了 所以我們有時候酒力上頭 大概叫概念 那我最後一個記得的事情 也就是下面這一句 那因為他寫作要俐落 所以他就不講了那個 The last thing 所以他只講了 Last thing I remember The不見了 但一般正確的文法是要加德的 OK 所以他最後記得的一件事就是 Stroking your hair 這個stroke就斧的意思 所以他最後記得的事情 就是斧著人家的頭髮 所以stroke這個字 斧 斧摸的斧 OK 所以我的手臂在這邊 我這樣子摸摸摸摸摸 這樣就是stroke I'm stroking my arm OK 好 所以他最後記得的事情就是 摸頭髮拉 然後把那個人拉進來 Pulling you in For a long passionate kiss 所以把你拉進來 深深的熱情的長文 Before making my way home 在我回家前 在我找路回家前 Making my way home 好 Last thing I remember 這部分多講一下下 這是很常見到的句子 就我最後記得的一件事情就是 然後把它講出來 但是我們有另外一個 看到的是 The last thing 然後我們接下去 是I will do The last thing I will do 然後這裡的重點是 會用is繼續接下去 往往就是 是什麼什麼 這樣子 OK 是什麼什麼 而這個是什麼什麼 我們以前講過這個句子 我甚至還有一個 我記得是有一個 我們的觀眾有回應說 我看你講 我終於搞懂了 所以這裡你可以再複習一次 這裡接下去 B動是可以接下去的 甚至可以是原型動詞 原型動詞 是可以的 那能不能接不定詞 這我們上次並沒有說 但是答案是 也是可以的 可以接不定詞 甚至接VING 也是都OK的 其實 好 我們把講完好了 這一句 那這一句呢 它的一個重點是 這裡在表達的是 你最不願意做的事 最不願意做的事 我常常在我的影片裡面 並沒有隱瞞過我一件事 就是我不太喜歡韓國這個國家 我世界上唯一接受 並且很高興接納的韓國人 就是我的妹夫而已 其他韓國人 我一個都不屑 我無法想像有任何人 可以去喜歡一個 這麼不齒我們的國家 韓國對台灣是根本是不齒的 OK 沒把我們放在眼裡的 如果這個國家 不把我們放在眼裡 我們為什麼要把他們放在眼裡 所以我抵制任何韓國的東西 再強調一次 所以韓風韓流之類的 你可以不要看我的影片 我不需要你這個粉絲 OK 不要喜歡韓國的東西 然後 這個民族 這個家仇國恨的意思好重 國仇家恨 成語真的很爛 來我們這裡把它講完 所以我可以用這個來造個例句 我這輩子 絕對不會做的一些事情 就是去韓國旅遊 OK So the last thing I will do 注意這裡是 I will do 你看看起來好像是我願意做對不對 的確這裡的語感 語意是我願意做 可是這件事情是最後一件事 也就是我的人生清單 如果棒棒棒棒棒 列下來 我最後才願意做的事情 就是去韓國旅遊 也就是說 這是我最不想做的事 這樣理解了吧 So the last thing I will do is travel to Korea Right The last thing I will do is go on a trip to Korea 所以你看我都可以用原型動詞說 is go on a trip to Korea 所以這種主詞補語竟然可以用原型動詞來說的 這邊也是一個很不錯的例句 OK 也可以用不定詞 The last thing I will do is to go to Korea 加個to沒問題了 那我用VING The last thing I will do is going to Korea 這都OK這都是正確的文法 好那但這裡不是這樣 這裡在說的是什麼 不是什麼願意做不願意做 這裡說的就很單純是我最後記得的事 就是摸你的頭髮把你拉來一吻 然後回家 好我們再看下去 Reaching the bottom of the stairs 所以你從這裡可以看到 他走到了樓梯的底下 所以我們不用 我們要假裝還不知道結局了 所以你就可以想像他走到他家門口 開始要爬樓梯了 沒錯 Reaching the bottom of the stairs 所以到了樓梯的下面的開頭 他就幹嘛了 他就把鞋子給脫了 我們上次有看過 脫鞋子不見得一定是用 Take off your shoes 你可以用slip off這個詞來說 因為鞋子是一個很容易 就從你腳上滑下去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他也用了一次slip off 這是我們第二次看到他了 所以他slip off他的鞋子 Pull my top over my head 是什麼意思 這裡的my top就是我的上蟲 所以他把他上蟲 從頭上這樣子脫下來 So pull my top over 脫過了他的頭 over my head 然後把他的那個bra甲 他的內衣 砰一下就甩掉了 Wipped off my bra Wipped這個字就是 啪啪一下下 所以Wipped這個字其實就鞭子 OK 所以你想像一下 啪一下把你的胸罩解開 Wipped off 很OK 有一種鮮奶油 不是有一種 鮮奶油的英文名字 因為鮮奶油是要用特殊的 那個鮮奶油的原料去打有沒有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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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會發起來 所以鮮奶油的英文就叫做 Wipped cream Wipped cream 不好念 因為這邊有一個 PT的一個結尾 Wipped cream Wipped cream 那念的不好的人 有時候會把他念成 Wipping cream Wipping cream也 我認為可以接受 我認為因為 我也聽到很多人這樣子唸 所以那就算了 OK 但是比較正常一點會看到的是 Wipped cream 那你看到包裝上寫的也是 Wipped cream就是了 Wip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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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m Alright 所以他就Wipped off他的bra 然後Flashbacks of the heavenly kiss Send my libido racing As I staggered up the stairs 這裡有幾個字 我們要好好看一下 所以他在這裡有 有回想著剛剛的那個文 所以用了Flashback這個字 我們有時候中文講到那個死以前 死以前那個人生跑馬燈有沒有 就是這個字 Flashback OK Flashback 可以當成人生跑馬燈 好像這個應該當成今天影片的標題 所以 人生 跑 馬 燈 OK 所以 我當時在車禍的那一剎那 I was seeing flashbacks of my life My life flash Flash in front of me 大概就可以了 所以Flashback 總之這個字你懂 Flashback 剛剛的那個天堂般的文 就讓他的Libido 整個就是衝了 所以什麼是Libido 就是信譽 OK 讓他信譽整個高漲 Libido As I staggered up the stairs 就當他 Stagger走上樓梯的時候 Stagger是什麼意思 就是 我們中文講的這個 這個 亮槍的 上樓這樣子 所以他走到樓梯那邊 踢了鞋子 脫了衣服 胸罩解掉 然後Libido Racing 然後開始亮槍的往上走樓梯爬上去 Stagger這個字還有另外一個概念 就是 總之不排成一排 不排成一直線 就叫做Stagger 所以我看過一個地方 用這個字覺得很特別 好像還是考試裡面 我們有時候把碗盤洗好了 是不是就會 應該比較有時候 我們把碗盤洗好了 是不是放在那個碗櫃 碗架裡面 那個碗架碗櫃 是不是就是讓那個盤子 放放放 就是這樣子 就是一片一片這樣子放 這個狀況其實就是Stagger 因為你並沒有傻傻的 把那些牌子排成一排 不是牌子 盤子 你沒有把你的碗盤排成一條線 對不對 那只要不是一條線 然後這樣 就是錯落有致的這樣子 放那些盤子 這個也叫做Stagger OK 所以Stagger這個字 也有這麼一個額外的意思 甚至可能是考試題目 So Stagger the plates 這樣 Alright 那這裡的Stagger是兩槍 就是爬上樓梯 爬到頂的時候 I marvel at my topless reflection in the window Marvel at這個片語 也不是第一次看到 就是 好好的欣賞著 讚嘆著 就啊 我好美啊 Marvel at Marvel at什麼呢 他盡忠的 上空的倒影 所以 at my topless reflection in the window 這裡講到window 你大概都還沒有覺得 有什麼奇怪的 因為你進了你家 不是當然有窗戶嗎 窗戶當然有window 對不對 所以他 Marvel at 他的沒穿衣服的reflection 在窗戶裡面 逗典後 終於punchline出來了 所以這也是一個punchline的故事 to the delight of the other passengers on the bus 所以就是讓公車上其他的乘客們看了個爽 這樣子 OK 所以我們看到這裡才知道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stairs bottom of the stairs 原來是公車的那個門打開讓你走上去那一段 而不是他自己家裡 所以他就在公車上 脫光了給人家看 這樣子 OK 很可愛的一個故事 那我們最後講一個 就是這個to the delight of the other passengers on the bus to the delight 什麼什麼 所以你可以用直接to誰的delight 然後放在巨手是可以的 我們照一個例句 令我驚訝的是 我的女朋友竟然記得 我們的結婚 我們的交往紀念日好了 所以 to my surprise 或許一直以來我的女朋友都非常的 事實上女生應該會記得是男生不記得了 好啦我們假設一下好了 假設我的女朋友 假設我有女朋友 我的女朋友是一個非常丟山蠟絲的人 常常事情都不記得 所以我根本沒有指望他會記得我們的交往紀念日 so to my surprise my girlfriend actually remembers our anniversary 所以 令我驚訝的是to my surprise 所以這個surprise是名詞 所以這裡的to somebody是surprise 你大概就懂了 那surprise可以換成其他適合的名詞 ok to my disappointment 斗點寫下去 這樣子 alright 好 to my astonishment 斗點寫下去 令我驚訝的事 然後寫下去 所以 那這邊就是to 你看那最後一句 to the delight of the other passengers 所以他寫一塊是倒過來的 所以他這裡是to the名詞of 一樣是一個say 然後一樣斗點寫下去 一樣接主持動詞 所以你可以把這邊所有格的結構 改成x of y的所有格結構 所以讓其他乘客們開心的是 看個爽的就是 我裸給他們看 所以他故意把它藏在後面 所以你也就知道這個to誰的什麼東西這個結構 你不一定放巨熟 可以放在巨尾 所以也就是說我剛剛這句 my girlfriend actually remembers our anniversary to my surprise 所以 不過我們比較少這麼處理是真的 那他這麼處理是因為 他為了要藏這個punchline 才藏在最後面 當然也是很沒問題的 好 懂了就好 沒問題了 那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我們今天講的這個好像也還好 沒有太多不太熟的字 我們大家講的一個重點是 就是the last thing什麼什麼的這個句子 OK 希望對你有點幫助 然後像脫鞋子啦 可以用slip off啦 然後wip這個字 一下這個動作 所以他本來是鞭子的意思 那我們剛講到鮮奶油也是wipped cream 因為你需要把它打發 然後他剛說的是 他把他的內衣一下脫掉了 人生跑馬燈叫做flashback OK flashback stagger這個字 剛剛也算是比較重要的 然後亮槍的走 OK可以了啦 我們下週再繼續新的內容吧 我是Paul 祝大家有個美好的週末 我們下週見 我們下週見 我們下來了 谢谢大家